这应该是殷达农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比赛 2017年全英羽毛球公开赛 女单四分之一决赛 殷达农对手奥运冠军马林 前面两局比赛两人个胜一局 来到决胜局的末端 殷达农似乎出现了崩盘的迹象 发球直接被马林扣杀 11比18 马林也还是喊出了标志性的怒吼 但是接下来殷达农化身消音器 我们来看一下 马林又开始怒吼了 但是裁判给的是戒内球 打到这时候 马林的体力多少有些下降 殷达农就是通过前后调动 以此来控制对手 让马林的力量没有办法发挥 这球出界其实很明显 马林还是提出了挑战 让自己缓一缓 这是一个战术性的挑战 现在两人纷纷插紧有三分了 这球出界的挑战 再次升级 打到这球出界了 把紧插紧有三分钟 再次与一个战术 再次进入 再次进入 这球出界 那是个战术 再次进入 打平了 马林这球明显太过于着急 技术动作开始变形 往前的前 铺球被他打下网 一波7比0之后 两人又回到同一起跑线上 不过因达农此时的气势 完全压过了马林 马林又是放网15 这样因达农反而率先夺得两个赛点 马林的心态有些被打崩了 出界了 21比18 因达农在11比18落后时 轰出一波10比0的高潮结束战斗 奥运冠军至今可能都还没搞明白 当时究竟是怎么被逆转的